介绍温教授的经验和他的理念 温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 他是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知情与院长 还是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还有是中国农村经济与金庸研究中心主任 温教授除了在学术圈有很高的成就之外 他还有一些经验是令我们非常的佩服的 就是有11年继承工农兵经历 还有20多年的政策研究的经历 他在详细的与我都花时间在这 但是有一点我要提提的 因为过去两年温教授真的在白忙之中 也抽时间替我们文化研究研究师课程教课 所以在这我用这个机会多谢温教授 那我们现在就请温教授替我们演讲重庆 确实如李老师所说 这个我们这个演讲安排得很早 这个重庆最近有些事情 大家比较关注 但是和我们这个演讲并没有直接关系 我的演讲所依据的材料 主要是最近这几年 我们组织对重庆的调查研究 我们当时组织了180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 在重庆的五个县区做入村的调查 十多个学生安排成一个组 到村里去住一礼拜 要去走访农户 其中包括现在大家议论纷纷的很多所谓重庆新政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干部的三进三同做到没做到 这个地票交易的地票款 交易地票的那个钱是否到了农户的账上 那我们说要到要让大学生到村里去 到户里去做调查研究用这种方式来验证 同时还组织另外两个组 每个组也是十多名学生 在城区对民众做随机的访问 不是预先安排好 而是就是这样随机地去问老百姓 对于这个比如说像大家都很关心的所谓打黑啊 那到底老百姓现在的实际感觉如何 在这次就最近二月份这次调查研究之前 我们人民大学的课题组 已经完成了一本关于重庆的调研报告 其中的主报告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大概票第五部分大概都是我们写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四章第五章 都是我们写的 其中呢包括重庆打黑的那个 那几个大案 我们现在在网上有很多议论 似乎是认为重庆打黑属于某种政治性的权力之争 但是从我们当时的调查研究 以及和专案组和这个案发所在的那个单位 所做的调查研究来看呢 目前的这些网上的很多炒作呢 确实有点不太实际 和我们调查研究所得到的情况是一致的 今天在这儿有个机会 向在座的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以调查研究为主所形成的认识 我们当时学校组织一批教授去做成分调研的时候 开始没有哪个人是很积极的态度 教授们都持怀疑态度 都不认为这东西是 怎么说呢 就是当今世界还有这种事吗 大家都不太相信 我们组织学生 包括最近二月份这次组织学生 因为他是全国来自于二十个省的 五十多所高校的学生 是学生社团的这些骨干 开始安排他们做调研的时候呢 学生也并不相信 所以一切结论都不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前 也就是调查研究之前 大家都是有疑问的 其实结论主要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因此呢我要提一句就是请各位注意 目前大家从网上所能看到的大部分议论 都不属于通过调查研究所形成的看法 大部分都是比较主观的判断 这个重庆的真实的发展过程 其实是把原来的三个山梁加着两个钩 或者叫两条半钩 原来有一条山梁很短 所以我们可以把过去重庆的这个发展局限 叫做基爪形的地理局限 这个地理局限呢 使得它在两条半山梁中间夹着这个小小的坝子 叫小平原 就重庆这个地方 当然也不是平原 而是丘陵 这个地方呢 最多只能开发到580平方公里 使得这一块面积 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逼着的地理环境 在深山区 要想发展 那它一定要打破这个逼着的地理环境 所以对于重庆来说 一个重要的物理型的改变 是把基爪形变成了物质形 那怎么变的呢 就是这些 大家注意 就是这些这个 就这些红的这个 这些都是从山的山梁下面穿过去的隧道 每个隧道的长度都至少是三公里以上 甚至可能达到七八公里 那打通山体的超长隧道和跨越江河的超大桥梁 一般的私人资本是干不了的 为什么重庆是国有经济 有非常大的发展 是因为它的地形改造 一般私人企业是做不了的 那这个是一个客观情况 那因为这个地形的改变 导致周围的另外两条比较长的钩 这样都得到了开发的条件 大家看原来是在这一块 现在增加了两条相对比较平的钩 那因此呢 重庆的第一个重要的发展条件 是地理条件被人为的改变 从原来鸡爪形的地理改变成五指形 多了两条钩 这两条钩的地是原来的一倍 就是原来五百八十平方公里 现在发展到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意味着土地面积的成倍扩张 那土地面积的成倍扩张 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对不起说白了还是地产资本 那地产资本的扩张 一定是和金融资本结合的 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一样 这并没有差别 那因此当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想先把它放下 告诉大家就是 国有资本借地产扩张崛起 是因工程量太大 大型隧道桥梁等等这些工程 一般私人资本干不了 一定是大型国有投资集团 才能干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地产的规模扩张 不是一般易的规模 而是成倍 从原来不到六百平方公里 扩张到将近一千二百平方公里 成倍的扩张 一定是和金融资本结合的 这点我想大家也没什么可怀疑的 那就看到底得在程度上 结合的进来 金融资本结合的进来 用什么方式结合进来 也由此再说一句 就可能更有意思了 这个因为得到了成倍的扩张地产的条件 比如说成庆把主城区 大家注意了 这个主城区的原来分散布局的企业 得到了一个我们叫做团地化发展的条件 原来比如说一个机械加工 它可能在原来的五百平方公里的 这个土地上 分在几十柱身上百处 当它现在可以成规模扩张的时候 它可能会把机械加工这一个行业 整体挪到一条河里 使得所有的相关企业之间 变成一个开发区 那就门挨门互挨户 互相之间的交通运输物流成本 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都大幅的下降 这就叫做工业的团地化开发 而这种工业化的团地开发 在浙江属于一般经验 你们注意 当浙江人介绍他们的私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重要的地理性的概念 那就是浙江的经济叫做块状经济 什么叫块状呢 一个相包产业 它全集中在一个镇上 无论是做按扣的 还是做拉链的 还是做袋子的 还是做什么皮子的 所有别的东西都在一块 在一块交易成本大数下降 我们叫做transition cost 就是大数下降 那它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我们叫做institutional return 你降低了institutional cost 你就得到了institutional return 就是制度收益会大幅上升 所有这些其实都应该是客观研究去发现的 如果我们停留在意识形态化的炒作上 对所有这些内涵性的真实经验 就都会视而不见把它忽略掉 所以我们说地理条件的改变 带来了很重要的变化 第一就是国有资本的崛起 那同时带来了金融资本的大规模进入 第三带来了产业重组 团地开发的条件 如果我们再稍微懂点经济学 我们就知道了 当你可以成规模的节约交易成本的时候 那它就有了什么呢 就有了结构调整的条件 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惠普是把全部产业链搬进了重新 被各界批评的富士康 也因惠普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全产业链以集群方式进入重新而跟进 它是靠代工 靠吃这种为大型的企业集群 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原材料固件 靠这种固件生产来赚取收益的 于是说它当然会跟进 所以这个时候呢 也带来了什么呢 带来了大规模吸纳盛业劳动力的条件 于是说就带来了城市如何接纳新增劳动力就业 和安排新增的劳动力在城市融入 这样的客观要求 如何处理 那当然如果要是按照和沿海现在的方式处理 大家注意哈 那就可能会有沿海现在这样的问题 那沿海现在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已经普遍发生了 人们003产有很多分析 但是把它综合起来分析 好像还没做 我们在2008年做过 当时有一本调查报告 解读珠三角 就像我们现在解读重庆一样 当年的解读珠三角 就指出 因为沿海早期接受的不是结构完整的产业 只接受了最终产品的生产件 其实是组装件 因此它没有全部上下游生产 它只有微效曲线的下部课 所有的研发 营销 金融 结算 全部都在外面 外面接了单 到珠三角 只有加工 那加工占有的是什么呢 是劳动力胜余下值 因为它不必支付 远从四川跑过来 那些成千上来的劳动力 它们的转移成本 劳动力转移成本 它不必支付 那它等于就超额的 占有了劳动力转移的那一部分收益 等等 就我们客观的看呢 应对劳动力大规模 进入工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也有不同应对方式 所以我们看 重庆的地产开发方式不一样 形成传递之后的结构调整方式不一样 应对大规模劳动力进程 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的要求 应对方式也不一样 这些应对方式不一样 恐怕和现在这三十年 改革开放过程中 已经形成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之间是对立的 因为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 讲得很清楚 不承认劳动胜移价值 只承认资本投资 占有风险收益 那就等资本的增加值收益 只承认这个 那因此呢就 在主流经济学界的 评价上就出现了 对重庆的批评 那么目前情况下呢 应该说主流经济学界 大约百分之七八十吧 应该是持 批评态度 那又由于企业大量进入 那地产资本和外资 我们把它叫做红色资本 和白色资本这两大资本 同步崛起 对原来已经控制了这个空间的 灰色地带 就有一个需求 就是如果原来这地方 一片灰色 那对不起 大型资本是很难生存的 你举办它块很大 但是你如果周围面对的都是 持拿卡要敲诈 勒索 你的员工一出门就被人家 黑了 等等这些事情 如果就真是 就是 这个地方两千多起凶杀案不得处理 它没有安全感 于是如随着大型资本进入 对于安全的要求非常强烈 于是如出现了所谓打黑 而打黑 对社会的动员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香港当年 刚刚经济起飞的时候 七八十年代 也是一片灰色 对吧 那警察队伍 跟黑社会是有某种联系吧 我们作为外来的人不好评价 我们只说他有某种联系 那又和香港当局之间有某些方面的刮骨 总之那是很难靠香港自身 无论我们怎么强调民主法治 我们也对付不了当年的那个情况 那也是空降那个联正公署 那联正公署呢 大家也都知道 他很多做法是要被批评的 比如他不发代布令 要请喝咖啡 是吧 那也不拿搜查证 前脚请你喝咖啡 后脚就把所有的全都查抄了 这个案都没有请法庭开逮捕令和搜查令 所有这些事情就做了 那这样做呢 当然会引起很多麻烦 那当然最后呢 其实联正公署在香港的 清理会社会还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我想当时联正公署 也动用了很多 当时香港社会的另外的力量 比如说相对比较进步的青年的力量 而不是靠法律界 我想当年的香港的法律界 恐怕也是有很多批评意的 那因为律师是一种经济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business 那律师为黑社会的一定的财产去服务呢 他会得到比较高的回报 这个对他来说无可厚非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法律乃是最低层次的道德 也就意味着法律不讲道德 法律讲 法律当然你要有法理学了 但法理学和我们一般的 在做实际操作的这个业务之间 不是太一致 当然应该一致起来 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 这个过程反正最终 大家也都很清楚 还是香港的警队的很多不满的警员 换上便衣把联正公署砸了 那当局最后不得不让步 那黑社会的大的头子 让他们海外就走路了 不要再 然后划定一个十点以前的事情 不追究了 这样就算勉强过去了 这个并不是意味着 就没有任何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打黑 是靠所谓法治手段 你几乎找不到 比如最近巴西为了迎接非法 迎接这个世界卑速救赛 那从法律角度来说 就违反宪法了 因为他只能动用国防军 一般的动用法治手段 用警察是处理不了黑社会的 所以巴西不得不 国防军掉进城 特别是礼约 那装甲车上街 这些事情呢 客观来说是违反宪法 如果你要是一定揪法律的话 那是有问题的 对我们看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一个就是 当红色资本和白色资本 就是国企和外资 同步崛起的时候 这个时间非常快 就是这几年 它就一下就起来了 起来这个社会环境非常差 比如说就大黑猪 人们把它叫做大黑风暴 它就一下就起来了 是因为你得发动民众 因为黑社会 它的踪迹不会在警察的 眼皮子底下去暴露 它会可能被那些 也许是一个小贩看到的 也许是一个家庭妇女看到的 也许是什么 它不会是 我们想象那样是 警察都非常能耐 然后它会 就像你们看到的 那些行为片那样 它能解决问题 它不是的 如果没有群众被广泛发动 它是处理不了黑社会的 比如说打黑和唱红 其实是一致的 那也同时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打黑只唱红 那就有点玩笑了 老百姓凭什么给你唱红呢 你黑在那黑着呢 我为什么要 所以在其他地方 唱红就有点滑稽 但在重庆的唱红 那是真的 是因为老百姓他被这个打黑激励起来了 他看到了过去欺压百姓的那些 那些官员 那些警察 那些黑社会的下场 特别是当他真的被枪毙了的时候 老百姓呢就有一种 意气风发 有一种被激励起来的感觉 所以在重庆老百姓的唱红是真的 老百姓非常直白 他说话说的也非常地道 就是我们确实得好处 我们确实安全 但就不是假的 因为你安排学生上街随意调查 是不可能有官员在背后跟着 然后事情给你安排好 那是对领导的 我们动员了一百八十个学生调查 这个不太可能是到处到夹 这个我现在把这个大的逻辑说一下 我们就可以大体上有个理解了 所以我现在呢 把它 把这个开场白呢 就稍微往前提一下 咱们从头说 我们现在提出的首先是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大家要注意 其实我刚才已经讲了 资源贫乏 重庆是一个资源非常贫乏的地方 开发成本很高 它的每一亩地的土地开发成本 三倍于沿海地区 因为它是山区 你要在山区开出一亩平地来 要搞三通一平 五通一平 要让企业进入 这个土地开发成本 你要榨山 那整个周围的环境要重新改造 再加上重庆建市 大家也知道 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行政区画调整 任何一个新独立出来的行政区画 往往会从原来的老行政区画中 接受最差的地区 所以重新的行政区画调整 乘之为之下是 它接收的是 三分之一以上是平均线 原来开始的时候 三分之二是平均线 逐渐脱贫 现在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平均线 平均人口在重庆全国人口中 当年是接近一半 现在仍然有三分之一左右平均人口 所以它是目前国内 平均率最高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叫这样的地方 进入工业化 几乎是 当年重庆建市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在政策部门 他们请来一些人座谈 我们当时做了个统计分析 就是说 说你重庆凭什么建直辖市 你人均就三百斤道骨 三十斤干鱼 然后人均还有不到 大概一头猪 也就是说 一头猪大概二百斤 你杀了也够你一年的 自己吃了 人均三百斤道骨 大概一年自己吃还不够 把那三十斤干鸡卖掉 人均的量卖掉 那几块钱其实也就 卖个几十块钱 百百块钱的样子 就是它整体上 不具有通过内圆形的积累 我们知道这个积累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所谓外圆形的 那就是西方国家的积累 通过占领美洲 非洲 澳洲 等等这些世界上大块的陆地 去把人家的资源占有了 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 这个primative combination 外圆形的是西方道路 后发国家都没有外圆形可能 是因为你们都是被人家打的 你们想工业化是因为你们挨打挨得太长 像中国这样被人打了一百多年 没办法 说你打我拿什么打的呢 拿工业化打的 那我也给工业化 当后来的工业化 想要进入工业化的时候 原始积累只能内圆形 那中国的内圆形是从广大农村来占有原始积累 因此中国农村人口在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一直是85% 多数人向少数人提供积累 那城市就是占有农址的剩余的这么个群体 所以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 是因为你要内圆形完成原始积累造成的 那重庆这个地方 因为都是大面积山区贫困人口 没有资源 他想内圆形原始积累都不可能 没有路 就是人均三百斤稻子 三十斤柑橘一头猪 你说你积累什么 没有剩余 当农业有剩余的时候 我们叫做agriculture surplus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 然后你来进入primitive accumulation 这个东西是中国大陆的传统的老路 所以我们过去说穷 穷其实因为你把剩余变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了 到现在看 那重庆才进入过来 如果他搞了 那他一定有某些经验可循 这经验是否具有点击意义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真问题 至于意识形态把它定义为 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那个是 我想主要是 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 他们应该考虑的事情 我们作为经济方面的研究者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 他的实际经验发生 是个什么状况 所以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没资源 平均是莫多 山区 他搞不了文化 他怎么搞什么的 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带着这个问题呢 我就说可比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比什么呢 比拉丁美洲 比南亚 这些图片都 比如这个图片 是我在墨西哥的 Sampadista游击队的那个活动地区 对吧 在那边 这是在他们游击区里拍的 这是在印度北方的山区 这都是游击队活跃地区 重庆以前是一个 我们叫做群体性质安事件 其实就是老北京反抗 大量发生的问题 因为当年修三峡水库的时候 三峡水库当然要占地了 占的大部分都是屏蔽 因为那水库的 这个向上涨的时候 那都是缓坡地被他占了 然后要让老百姓往陡坡上 往深山里迁 那这个迁一户人 那给一户人的移民款 早期给三四万 后来给到十一万 那移民款又相当多的 没有到老百姓手里 那山区老百姓呢 就有很多反抗 就有很多抗拒搬迁等等 最后水库要涨上来 那他搬到陡坡上以后 他更没有地方 所以他资源就更短缺了 那这些地方本来应该是出事的地方 那这地方如果要是能不出事吗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说谁要是能够帮着山区老百姓 尤其是这些已经把地都给人家占了 水库淹没了 还不能说白了啊 就是这个水库的周边 所有的县和镇都还不能再搞工业了 因为你要保证 这个所谓不能污染 保证环境 所以他的开发条件就更差 那在这种地方 我们说比较山区 我们比较南亚的山区 比较拉丁美洲的山区 你去比较山区 那我们应该知道 山区不仅没有开发条件 而且基本上都属于因贫困 而引发矛盾冲突 转向对抗性的武装斗争的这种 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如果要是有一个地方 能够让老百姓过去的反抗 逐渐平息下来 那也一定有他的经验 是可以值得我们认真做到评论的 这个我往后再讲 我只是说比较起来 我们可以看 当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说先说的是 它的条件不具备 那我们说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根本没有可能实现模型化 那单一推进城市化 就会落入城市化的陷阱 比如说 我们12月份在这开的那个会 我们请了很多发展模型家的人来 这些发展模型家 大部分不再有可能进入模型化 但他们却有可能实现城市化 那靠什么实现城市化呢 我们叫做靠贫民窟 贫民窟实现城市化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大家想象的城市经济发展 而是因为农村土地完全私有化 那在私有化的条件下 有一点点的亏欠 就会卖地 因此像大多数这些山区啊 这些地区呢 都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贫困率 就像我们说 重庆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贫困率 到底是一样的 这时候你要是推进冲击自由化 就会导致大量的 无地的贫困人口 因为没法有生计了 于是我们盲目流进城市 只能聚居于城市的贫民窟 所以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空间平移 集中贫困 只要贫困集中 就一定是两种现象 一种现象就是 大规模的动乱 一种现象就是黑社会的控制 这个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都是相当普遍的 比如你们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看印度共买的贫民窟的那个现象 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黑社会怎么控制 然后老百姓怎样 在贫民窟中挣扎 大家如果看委内日拉的 它的城市化率接近90% 那也是因为农村土地是大庄园主 大众织园经济 然后小农根本抗不住竞争压力 也就是分分过产 那人口流入城市变成城市化 所以这个城市化呢 客观上在发展中国家 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 而主要是这个社会的 所谓体制弊病 不得克服 转化成空间平移集中贫困 于是后呢 它就具备有发生动乱 或者政变等等别的客观条件 这个不管什么党 什么派 什么主义 什么领袖 谁想上台 如果对付了这些事 都不得安心 因为它无论怎么换 它都解决不了 有些现在开始着手解决问题 比如像沙维斯 在美国人 打算解决美国人 贫民库问题 它一定有它的另外的经验 这一点我们也在调查研究做比较 这个按下不表 我们先不说它 我们只说呢 城市化的 单一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个 所谓城市化限定 那它在农村 它的农业的基本是属于 殖民化单一城的结构 私有化 促推贫民库扩张 最终的导致资本收益 是靠公司控制的 代价呢 由弱势国家和资源环境承载 这是大多数山区经济的结果 这个改出这种结果的经验 目前还很难找得到 重庆经验如果说具有典型意义的话 它首先是一个深山区不具有开发条件 却发生了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经验 那它是否具有典型性 大家可以讨论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应该这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几年的发展 到2011年就是去年 重庆所公布的经济指标增长率 无论是GDP 还是财政收入 按人均算 都是中国大陆第一或者第二 按总量算 没那么高 当然干不过上海 干不过北京等等这些 但是按增量算 按增长率 它就是 最不具条件的地方 到2011年它的经济指标中的增长率指标 人均涨得是最快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同时社会指标 比如民生 它不是在强调共赋 在强调民生多少条吗 那民生方面的社会指标 也好于各地 但就在同期 发生的却是 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舆论 无论是法律界 经济界 媒体 这些呢 却几乎是大部分 是强烈的批评台 这个现象到底说明什么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只说它是一个 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 到底什么原因 因为我这人不搞政治研究 我只搞经济研究 我也说不清楚 我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我只是告诉大家 通过我们调查 可以比较的是 很多地方已经实现的是 官产学媒 四大强势群体合谋 同时呢 我们也都知道 各地地方证文 是酒后真言的时候 大家可以告诉你说 我现在一手滥仔 一手警察 这两手并用 我才能 才能管得了地方 它已经不再是 一般想象的那种 所谓的 所谓的governance 那个不再是 那个 客观情况不是那样 所以你们知道 在大陆上 大家都相信 所谓关系 这个关系慢慢变成了 一个国际通行的名词 就是大家都找关系 然后就都要走后门 某种程度上是 它的制度体系 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 一个formal的 他们一个institution 变成informal institution 变成另外一种状态 所以你要想正本清源 就有点难 我曾经在重庆 听当地的这些 他们这个地方干部讲说 他们过去叫做民不了生 现在叫做官不了生 官员在按照过去那种方式 来管老百姓 或者在像过去那样 吃拿卡药 任何一个项目 到了他这都要跑毛低落 念过拔毛 或者是肩膀分一半 那不太容易了 而且官员的几乎说 我们没有休息 没有假期了 我们都被逼着三下枪 而且只要你是一个 有一定级别的干部 他们是刻意上干部 就必须去承包一个评论户 这个评论户如果不脱贫 你有责任 他们把责任承包 所以承包责任制 变成了一个领导干部责任制 他们说我们全市 只有这么多评论户 我们有这么多干部 我们现在一算账 就你这些干部去承包评论户 足够两个干部承包一个评论户 如果干部都承包了评论户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有评论 那就强迫干部去承包评论户 而且还要求把那个干部的名字 钉在评论户家的那个 那个大门上边 他不脱贫是你的责任 他不脱贫你就要 你就要掉下来 这个很多这种安排 都有点不太让官员高兴 也打破了过去的 就是这种所谓 强势群体结盟的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种趋势 这些呢恐怕是 他社会指标相对好的一个原因 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是 老百姓不再去上访 不再去反抗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重庆 不是这任政府啊 几任政府 这个我们都有长期跟踪的村 我们做这个 叫观察我们做 Opercent Vision的那样的村 它一直是属于 动乱的 不是动乱的 不安定的村 我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是研究乡村治理 我们叫Lural Governance 我们强调的是 怎么能够把这个 对抗性的冲突 转化为非对抗 因为我们说中国历史上 它传统文化是西宋 不像现在一讲什么 以法治国 大家去鼓励农民上访告状 鼓励农民去打官司 然后都肥了那帮律师 然后弄得 媒体的朋友们跟着去吃 吃了原告 吃被告 然后现在就 这个就变成了一种 一种社会上的很乱的一种乱象 其实老百姓只要去走路这条路 就回不来了 因为它会支付巨大的成本 那这根本不可能解决 不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哪 在世界上任何发展中国家农村 靠法律来解决农村 老百姓问题的可能性 百分之一懂得到 不信你们到印度去调查 我去了印度六次做农村调查 没发现哪 靠法律能帮助农民 打官司打赢 这个事呢 当然大家在香港可能没这感觉 香港是一个完全城市化的社会 大家对农村不太了解 其实跟下乡好多事儿不是那么的 我们最近还刚刚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内部演讲会 大家来汇报在不同地区农村调查的情况 其实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上访者拿的材料 他如果提出了十项 他要告的那个官员的罪名 可能其中九项半都是符合当局所给定的 话语正确的意识形态 你扒了出来最后可能扒了出半项是他真要反应的那个问题 他可能先上来告状说这个官员如何不和党官员保持一致 他是一个奸臣 但是就是那意思他是反皇帝党 第二条他可能说他是一个大贪污犯 第三条他可能说他是一个什么路线错误 第四条他会把当局现在所有的文件语言规定的政治正确 全都写到这人头了 你去查吧 那个真正他要反应的问题很可能就是 这个孙大夫八墙头看了他老婆 你弄不清楚他到底真问题在哪 然后他把事情说得天一样大 或者很可能是他要告状的那个户呢 离地的时候多离了半股沟 把他家的地界盖了 这有可能 这个任何占点小便宜的时候都有可能 或者说他前面那户多盖了两块砖的楼 挡了他家的风水 很多相处社会中的毛病 你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只举一个例子 你把外部社会的所谓政治正确 转嫁到乡土社会的时候 会把它变天然的转化成就 我们把它叫做谣言政治 我们现在的乡土社会中 弥漫着的是谣言政治 当你要想建立一个高度成本的 高成本的法治社会的时候 你又不支付成本 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强调农村建立法治 但没有任何人向农村法治付钱 然后你往农村安派出所 安司法所 安什么法庭什么这辣各的 全要老百姓拿钱 你可以把口号喊得山下 都正确 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正确 然后就给所有农民都带来了一系列 他可以作为他的上访的这些诉求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雇内农民上访 因为我做了很多年了 而且你们可以查查 就十几年前我其实 我曾经帮助很多人打过官司 反映过上网的材料 我大概算是比较早了 八十年代就开始去下乡调查 农民上网问题的政策交易 很早 对这件事情了解的时间已经有几十年了 我说现在呢 不可以简单的把这些说法当真 那如果说这些农民事件在重庆也发生 我们说它也确实是 那我们长期跟踪的一个村里边 一个老的上访货 最近呢去找他做调研的时候他不上访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所谓三下乡 大下访等等这些安排呢 让他们这个乡党委书记 最终走进他们家了 两个对抗方做在一起了 过去他是反映你们都是贪官无力 现在双方做在一起了 互相之间开始这个交流了 然后呢 这个开始给他送点什么 礼物啊什么的 送点东西啊 表示慰问啊 然后你也别什么了 就慢慢就 就 就 缓和下来 客观来说呢 是因为这种上访成本太高 他所 他要诉求的那个 他访的那个问题本身已经不可解了 因为他访的问题是90年代库区移民 当年的官员侵吞了移民款 那你现在让这个 现在这个相当委书记 怎么对他以前好多任 甚至可能四五任之前的那个官员 怎么勾结 怎么弄的移民款 怎么 然后你现在从哪儿给他找补回来 这个事情几乎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不可解的沉案 你找不回来了 这件事你没法解 因为你也 你也实在没法去把所有的线索都理清楚 比如说只能说现在跟你说他 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很多问题 不是靠我们想象的现代手段 无论你去走法治手段 还是走选举手段 还是走什么上唐手段 等等 现在不可能 就类似像这样的问题 我们说大家 特别是在香港这个 这个环境之中 大家比较容易进入某个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 然后就不能自拔了 我说它和实际结合的可能性极小 因此希望大家将来讨论问题的时候 多一点调查研究 好了 我说的比较 咱们首先是要看 真正具有安全性问题的危机 就是往往安全性问题爆发是在危机上的 那我还有一些思考题 我准备 下一周我讲这个危机周期的时候 再给大家拿出来 这里边只是提一下 我们知道西方世界大危机 最大的一次是2933 2933大危机并被靠罗斯福新政解决 相对而言在2933大危机中发挥作用的是希特勒行政 这个只不过因为希特勒具有绝对的政治不正确 所以今天没有人谈希特勒当时是怎么用的 所以德国人的方式解决了德国的危机 我们只是如果有可能做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德国人在经济上所采取的调控方针 和华盛顿在经济上和这个 和华盛顿在经济上所采取的调控方针 有很大的相似性 如果我们做经济研究的话 不带有任何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判断 我们只做经济手段的研究 你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有相似性 其他的都没解决问题 那华盛顿相对而言缓解了美国的问题 但真正使西方世界改出2933大危机的 不是经济手段 是二战 所以我们说最值得我们做危机比较的 第一个就是2933大危机 其结果是二战 第二可比较的 中国人的1988到1994的大危机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些都作为 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改革话语 很少有人谈中国的改革 是因为8894大危机 当然这个也可以把它叫做新政 就如同我们谈罗斯福新政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谈朱镕基新政 或者叫做江朱新政 江朵明朱镕基新政 那个时候当然邓小平还在 邓小平被封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也是这个年代 铁腕总理朱镕基 如何化解危机 也是这个年代 像这个年代所发生的大危机 绝归亚于2933大危机 如果我们做危机比较的话 各位 2933大危机可比 198894大危机 8894大危机 就是在这个年代 二十世纪一次 现在就现在 08到12年 尚未完全化解掉的 全球危机 从西方危机 然后到东方危机 再到全球危机 我们可以有做很多 这种危机爆发的原因 爆发的经验过程 以及缓解危机的 应对政策的比较 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不用这些意识形态 左派右派都不谈 我们就谈实际经验过程 你会产生很多 这个讨论 那个很有意思 他就 你会有很多发现 所以我们说 这个认识一个规律呢 我们就叫源于客观经验 而不是主观的 我们有很多 那个 在这种危机讨论中的发现 今天时间有限 我不多讲了 我接着说的是 如果我们讲重庆的话 大家可以看 这是 这个 经学家做的一个 叫做economist 他做的一个 就是把中国的各省 分省来和世界 其他国家做比较 我们发现 中国是一个差异性 非常大的国家 我们把它叫做 叫做 说的稍微中性一点的 叫做中央承担 风险条件下的地方发展 什么道理 就是 西方一般都把中国 作为一个极权国家来看 其实中国是一个 地方化的国家 中央政府 长期以来 不存在 形成极权政治的 基本经济条件 大家知道 任何一个极权政治 一定要有 经济基础支撑 那中国呢 这个极权政治 只是一个 被地球形态 误读了的概念 长期以来 中央政府没有 调控能力的原因 是因为 它要替地方政府 承担 经济风险 同时呢 它的调控的 所谓税收能力基地 这也同时可以理解 就是为什么 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连同乡级地方政府 村级地方政府 都在招商引资 是因为 地方的财政 叫自收自支 直到94年以后 最近这些年 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 才有对地方 做所谓 转移支付的能力 以前 能力很低 对我们客观地看呢 其实 中国是一个 地方化的 经验过程 而不是一个 所谓中央集中制的国家 至于中央如何承担风险 我们 今天不是一个 讲这个 话题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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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 我们的那个 可以 以后再说 我们只是做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 经济增长率 稍微高一点 都是大部分在沿海 颜色发红的 然后呢 属于 发达 发达一点的 像上海 香港 澳门 还有北京 这些呢 大体商 也不算太 并不太 太在前列 尽管中国 整体上被认为 世界经济的第二位 它的GDP总量 达到第二位 但其实呢 如果分区看的话 它的那个 区域差别 是非常大的 那重庆呢 在这儿 也就是它 只在中间状态 并不特别突出 这是2010年的 2011年 2011年 它的排位会上升 但我们说的是 它的增长的速度上 比较快 全国排名在前列了 但是总量指标 还仍然处于中卫线 这些我刚才说了 我们在这个 发展中国家 做山区调研 我发现 山区是没有 红业化的条件 那 得说一些 基本规律吧 就是 任何 后发国家 要想进入工业化 就都会采取 亲资本的政策 叫Pro-Capital Policy System 不管它在政治上 被叫做什么主义 我们甚至可以说的 更直白一点 1950年代在毛泽东时期 大家都把毛泽东 作为左派来看待 其实1950年代 中国是典型的 亲外资政策 而内外资 只不过是苏联资本 1990年 邓耀平年代 亲美国资本 这个之间 你把它叫左 叫右 没有意义 因为它都是 典型的 Pro-Foreign Capital Policy 是亲外国资本的政策 1950年代 我们叫做全盘俗化 1990年代呢 叫做全盘美国化 这个两者之间 到底差异何在 我搞了几十年 没有搞得懂 因为我不搞意识形态 所以我不太明白 还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也不认为 毛泽东左 我也不认为 邓耀平右 我只是说呢 只要你对国家资本 绝对短缺 我们说一般西方经济学 它的理论的前提 叫做要素相对稀缺性 只有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 市场经济作为 所谓市场看不见的时候 自发的配置要素 就今天我们经济学界 所讲的这套话语 它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 它就是没讨论一个 发展成国家 所面对的最大问题 发展成国家 资本要素绝对稀缺 那绝对稀缺怎么办 经济学没得解释 因为它不讨论 它不讨论绝对稀缺 所以才有后来的 很多对经济学的批判 那包括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就是 你怎么会把所有的要素 就当成一个天然放在那的 一个状况 它怎么可能天然在那待着 这有你自发配置 你这个是荒唐 对于制度经济学的问世 对于原来的所谓新古典 是一个革命性的挑战 当然中国国内现在是 只强调制度问题 不强调制度经济学 这个是在学科上的选择 另外再说这个 我们只说呢 其实不论左右意 这个亲资本的政策 在资本绝对稀缺条件下 都是必然的 什么时候转向新民生呢 是资本过上 那中国大陆 什么时候出现资本过剩呢 产业资本过剩是1999年 那金融资本过剩呢 是2005年以后 那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过剩 必然发生的第三个资本过剩 就是商业资本过剩 现在 你在中国大陆上任何投资 想要获取高回报的可能性都不大 比如为什么只有外资 在中国大陆可以获取比较高的回报呢 是因为外资具有一个特殊条件 什么 是因为全球化 什么样的全球化呢 发展中的制造业国家都竞争着 以降低汇率 降低本币汇率 向发达国家输出商品 导致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 就CPI指数很低 就是以美国为例 美国长期以来 尽管滥发货币 有通货膨胀的基础 但却没发生通货膨胀 是因为拉动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两个因素 一是大规模增长货币 二是物价 随消费而上涨 但是如果我给你提供了大量的商品 让你的消费价格极低 你就不发生通胀 有时候导致大量增花的货币一转 转成什么呢 转成极低资金成本的对海外投资 为什么能挣钱 是因为 这个为什么还有 就是你过剩了 为什么往你的头 是因为 你在美国是低利息率 你只要进入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是高利息率 因为发展中国家老通货膨胀 那接着大家就要问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老通货膨胀呢 是因为你这儿乱发货币 发售的货币都进了能源原材料市场 进了粮食市场 你就造成PPI指数上涨 PPI就是采购物资的采购指数 那就说原材料价格上涨 谁在进口原材料呢 那些制造业国家 于是越是大规模进口原材料的 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 就越造成PPI上涨 PPI扭过头来就变成CPI 比如CPI一上涨 你的利率就上涨 所以中国就变成高息 高利息率低汇率 那恰恰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是低利息率高汇率 他只要投资 就从中国这头牛身上 剥两张皮 第一张皮剥的是利息率 第二张皮剥的是汇率 所以这件事情 恰恰和发展中国家 都大规模吸引外资 Pro Foreign Capital这个政策 高度一致 所以这是主流 我们说mainstream是干什么呢 就干这件事 它有利于全球化 获取巨额收益 同时也有利于货币形态的经济 就是金融资本经济 就是寄生型经济 能够得到两头获利的条件 这其实和香港 有很大的相似性 香港也是寄生型经济 香港经济也是在靠 从大陆获取 收益来维持的 它也是80%以上的 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 那美国也是 美国85%以上 香港82% 差不多 寄生型经济特点 差不多 那在寄生型经济特点之下的 这种经济体内的 学术界 就都是服务于这种 经济运行方式的 它不会去反思 它不会去批判 因为大家分享 这样一种寄生型经济的 因此主流 它就不会是说 自己内生性的 发出一种批判 然后挑战自己 然后形成对思想的推进 它就不会这样 所以我说 包括在香港 我们看不到 有多少真正的反思 在美国 我们也看不到 多少真正的反思 只看到的是99% 在占华尔街运动的 那些民众 那因为他们实际上 是贫困率大幅上升了 所以造成这样 我们知道美国的贫困率 从2007年危机爆发 当时只有不到10% 9%的贫困率 现在上升到20% 这贫困率上升 上升的那一部分 就新增的10% 是中产阶级 原来60%几的 中产阶级减了10个百分点 现在上升到40%几了 那减的这十几个百分点 到哪了呢 变成贫困人口了 所以它有很大的压力 那被减成 就从中产阶级减为 贫困人口的这部分人 是有反思能力的 是有这种批判精神的 他们带领着 变成了 现在的 我们We are 99% 他们要挑战了 这个并不是主流 主流仍然是 那个所谓 1% 我们这么看 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全球化的规律 那中国的各地政府 我们说连村一级政府都在招上引资 都愿意招外资 是因为外资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它低利率 你们也知道 当中国越是遇到 CPI上涨 它越要加强宏观浇控 越加强宏观浇控就越紧缩 越紧缩因资 资金价格越高 这就是一个客观规律 你说你想改出全球化的规律 改出这种mainstream的控制 门都没有 你作为发展中国家 你没有国际话语权 你也没有国际建制权 所以在这个 任何资本投资国 都会运用它的建制权 直接控制 所以第二条更厉害 它这个制度体系 和它的思想体系 和它的所谓 所以人文社会科技体系 是高度以吻合的 这就是mainstream 谁也改出来 怎么不顾这个社会代价 也不顾这个环境代价 你为什么这样做 全球化的大的制度体系 你如果没有话语权去调整它 没有建制权去改变它 它就一定会自己走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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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摩等摩那样的一种 那样的一种 解决说呢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 我说不管它什么主义 左派右派都不管 我们看到它的整个过程 是一个 不断的提高资本化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是客观的一个经验 那它今天走到这一步 现在变成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集群 都坐落在中国 它变成一个最大的世界工厂 那它有它的问题 那 但这个问题呢 并不能由它自己解决 因为它同样受控于那个高端的金融资本体系 所以我们把今天的国际战略呢 我们叫做以币权为核心的币源战略 就不再是过去的所谓产业资本时代的币源战略 那时候叫geopolitics 或者叫geo strategy 现在币源战略应该叫什么 叫叫money strategy 叫什么 反正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最近的 今天上午还在写的东西 在讲这个所谓money triangle strategy 它为什么是一个triangle的一个structure 它这个结构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在考虑对它要有一个认识 这个认识如果大家慢慢慢慢理解吧 那人们会形成一种话语 可能会有所讨论有所调整 人们的自觉性 我觉得人们希望呢 我们这种不管左右派 不管意识态的人呢 所提出的东西呢 大家会慢慢愿意讨论 好了下面就不多讲了 我们只是说 看最后这一部分 我们讲这个所谓外生性危机 中国在九十代后 起因自己发生了圣诞过程 我们也都知道 所谓oral protection 是一般的我们叫做资本主义 一般内生性矛盾 它就具有普遍意义 我们在九十年代末期发生了 所以资本主义的一般性 内生性的矛盾的时候 那它所出现的问题 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是一样 那什么东西不同呢 全球化 因99年98年中国内生性的生产过程爆发 2001年中国加入全球化 我记得2006年 我在John Hopkins做了一次演讲 谁主持了呢 去世了那个 阿瑞吉 阿瑞吉给我主持演讲的时候 我当时跟他开玩笑 我说你们都 美国人都在 所谓让中国融入西方 你们都在帮助中国加入 所谓全球化 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呢 是融入政策 我说你们有谁想到过 所谓globalization 是一个global overproduction 是一个global surplus 是全球过剩 那中国自己 我们的政策界 在1998年到99年 发现我们已经成为 过剩的经济体了 我们是一个庞大经济体 当我们中国携带着 我们的庞大过剩 加入本已过剩的全球化的时候 请问全球化会 是worth呢 还是worth 他已经愣了 那当然 按照这么说的话 这规律当然是一个worth 他说那好了 我们就看 这worth会worth成什么样 然后我说那worth 首先是 他对美国这样的一个 以金融资本主导的国家 会带来什么 做一段分析 那个当时讨论的 就已经很震透了 那个是2006年 中国刚刚要加入全球化 还没加入的时候 2001年的中国加入了 加入了以后呢 带来了一轮全球产业 寻找要素价格低谷的 重新布局 我们叫做 restructured global industry 这个过程很清楚 它在 它为什么大量的 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 是因为这儿 就是在2001年的那个阶段上 你们注意哈 有个很特殊的现象 中国那个时候 我们叫外申性危机 正好发生 1998年 因97年东亚金融风暴 East Asian Financial Terms 爆发 而导致 中国进入通货紧缩的 deflation 进入通货紧缩 恰恰是 要素价格不上涨的时候 恰恰是要素价格低 你们想想 就是从经济学上 大家可以 稍微做点分析 就注意哈 deflation的时候 正好是 要素价格低的时候 正好是 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时候 正好是 全球过程爆发的时候 于是全球产业资本 纷纷进入中国 中国从2001年以后 变成FDI Top 100 of FDI 第一就是 它高于美国的FDI 美国是因为 金融资本市场 大规模吸引 它是黑洞 它可以大量吸引FDI 为什么中国突然 超过美国 变成了 外商直接投资 FDI第一的国家 是因为恰恰在 这个阶段 出现的是 外生性危机 导致中国的 deflation 通货紧缩 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 98年以后 我们叫做 输入性危机 第一波输入性危机 是通货紧缩 它带来的恰恰是 全球产业布局 布局了 中国这个要素价格 低谷的地区 于是陡然之间 中国就变成了一个 大量的所谓 这个产业布局 不过去 你们知道 都是一些低端生产线 生产牛仔裤 生产个鞋子 袜子 从2001年以后 就发生了 设备制造业 开始向中国转移 第二 第一波转移 如果只是加工线转移 第二波转移 就是设备制造业 向中国转移 这个转移和重庆 这个阶段的变化 是高度一致的 点到为止的提一下 就是正好是在 通货紧缩阶段 黄积帆调到重庆 当副市长 主管经济和金融工作 那各区线的统计 都不值钱 因为deflation 这个所谓 通货紧缩阶段 正好是地价最低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很多香港朋友 在九十年代 价格比较高的时候 跑到中国大陆 买了很多房子 就在这个阶段 哗 房价跌下来 大概剩下原来的百分之四十 很多人大呼上当 就是卖也卖不动 卖也太亏 就只好压在那儿 比如说大陆很多地方 出现那些鬼楼 到晚上没有灯光的那些楼 其中有很多是香港朋友共建的 你们想想那个年代 因为它中国进口通缩的时候 出现的这个价格低谷 就在这个阶段 黄积帆把重庆各区县的土地储备 上收到市内级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 大规模地干这个隧道桥梁的 还没干呢 他只是 因为他是搞 对不起 他是普通开发区出身的 他是普通开发区高原会主任 他知道这地收到手里边 将来一定是赚的 所以他带着普通开发区的经验 主持重庆经历工作的时候 干的第一件事 是把各区县土地指标上收 极低的代价 后来他就大赚了 所以我们说重庆经历 其实并不是什么 左派右派们吵的那些事 而他正好和这个阶段的很多经济上的那个规律现象混合了 就这个阶段 接着我们注意 这个在中国大陆发生这个deflation被什么改成了 被朱镕基的所谓西部大开发 这个特别有意思 因为你经济上不去了 1998年 我当时还是在政策部门工作 我们很清楚记得 1998年的1月6号 当时主管队外贸易的副总理叫李兰青 他给中央写了封信说 1997年 队外贸易对GDP的贡献是3.6% 很高 GDP七上八下 现在不行了 这一场东亚金融公报 这个外贸对GDP的贡献大幅度下降 可能是不足一个百分点 中央紧急采取措施 否则98年要日子难过 江东民就紧急批示 朱镕基让 我们当时这个发改委经贸委 这还不叫发改委 纪委体系的很多干部 春节期间不让休息 很多人要回家不让回家 集中了几十个人 干嘛呢 我们自己政策建议内部叫撑面片 就把过去不批的项目全拉出来 然后过去你说这个高速公路 修二百公里一撑撑撑四百公里 过去说是两车道 撑宽一点撑撑三车道 就是叫撑面片 就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抓紧通过基本建设来 拉动经济增长 你要掉下去 而我们所有搞政策的人 都和外边的人不一样 你们很多什么模型算账 其实都是有点 有点 各学骚痒 我们有个大账必须算 就是我们每一个点的GDP 带多少就业 我们掉了一个点 减多少就业 我们只要就业减少到 就新增就业低于八百万 就要出事 一个大国 像那种超大型大陆国家 你如果把GDP 别人可以说你可以降下来 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么高 我们说这么高 他每年新增一千多万人口 大约在一千一百万人口左右 其中 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 大约在九百万左右 我们如果一年甩掉一百万左右的新增就业 不至于出大事 如果多甩二百万 就要出事 社会动乱就要增加 社会上的小时候流氓 偷盗抢劫 各种这样的事情大量发生 然后群情事件也会大量发生 满街闲逛的人没事 谁要是喊一嗓子 什么警察打人了 他就过着闹事了 这个其实就跟现在欧洲国家 哪怕他再民主再自由 他只要失业率高了 借责政治就随处爆发 道理是一样的 没有主义之差 什么政治也没关系 就是你甩掉多少就业 所以我们当时 为什么一定要保七上八下 你们老听不懂 大陆中国人的一句话 把GDP增长掉到七以下 我就可能甩掉两百万以上就业 经济率增长在八以上我就过热 就会导致各种经济关系紧张 原材料进口就得占压外汇 各种经济关系紧张 就会导致CTI上涨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强调 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七到八之间 而这个年代 就九八年这一年 维持不住了 据说要掉到五以下 那就意味着 你甩了两个点以上的GDP 那就意味着 甩掉了两百万以上的就业 那就要出事 怎么办 紧急启动投资 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决策 这个阶段就投哪了 投西部大开发 一上来就是 99年的西部大开发 总投资并不是三万六千亿 导致朱镕基的这一届政府 到2003年交权的时候 西部克省的GDP 3.6个百分点以上 来源于西部大开发投资 重庆就是这个阶段起步了 最后说黄金帆收了各区线的地票 不是 收了各区线的地权 正赶上西部大开发投资 再提一句 西部大开发投资是国债投资 世界上可有任何国家 把国债投资 也就是老百姓未来预期收益 就是你的未来预期收益增长 才有未来预期的税收 对不对啊 政府拿未来预期税收 才能还得了国债 对吧 好了 现在的国债投资意味着 拿未来老百姓的预期税收 我先投了 那这种投入 是交给私人部门投的吗 世界上哪个国家 把税收形成的投资 交给私人部门 谁交 谁一定有问题 得查他 所以就这个阶段出现 所谓国进民退 是政策导向错了呢 还是什么 只有对经济完全不了解的人 才跟着嚷嚷 我们不参加讨论 是因为你只要是国债投资 一定是国有部门投资 因为他是老百姓未来预期税收 你怎么敢交给私人部门 谁交谁一定有问题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交给国有部门投入 你没毛病 因为这个阶段都是 你们看什么大型电力公司 大型的什么铁路 大型的交通 大型的什么 都是这些大型国有部门 他们得到了大量的国债 他客观上保证了 中国在九十年代末期这场 全 就整个东亚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中 性美遇难 也是帮了香港一把 因为九千年香港也是受到冲击 然后大陆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 给香港做背书 那不是香港尽管当局多能耐 而是因为你冲不动 你热钱才几十个亿呢 因为大陆当时给香港承诺的是 我有一千八百亿万个储备 随时没叫到香港 你们冲吧 有这点 顶着 香港可以 性美遇难 九八年那场斗争 最后的结果呢 是中国大陆靠国债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保证了7%以上增长率 度过了deflation 度过了所谓这个四年的通货紧缩 再度进入经济高涨 这就是一个客观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间 西部各省包括重庆在内 得到了一个机会 大规模基本件上开发 进到了他这过去没条件 搞工业的地步 这就是重庆经济起步的时候 那这时候还跟薄熙来没什么关系 他不在 那跟谁有关系呢 跟黄金带有关系 因为黄金带这时候正好拿到了 主力 从这儿我们就把这重庆故事开始讲了 那这个阶段大家可以看 其实我们说到外资进入的时候 就这个阶段所发生的变化 包括资本形成额 最终消费支出 货物服务进出口等等 这些中国结构的变化 这就不多讲了 只是说这个阶段出现了这个情况 那因为 我们得看到 这个因为你大量引入外资 所以中国在90年代 一直到现在 这个差不多最近20年 一直是在强调什么呢 强调只有出口 创费才能还得了外资外债 我刚才其实已经把外资进入中国 所在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 这个道理讲清楚了 那你必须加倍才能还得了 于是我对这个阶段中 所出现的这个变化 我们说其实是 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压力 导致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些上升的曲线 就是它的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贸易生产大量增加 重新的汇率在不断的下降 就我们说 发展中国家的一高一低 和发达国家的一低一高 正好对应 就导致发达国家 从发展中国家 一头牛身上过两张皮 这个情况 它只是一个说明 就是给大家做点解释 那同期呢 因为大量进入外资 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呢 它是一个货币主商国家 它和很多发展中国家 最大的不同在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放弃了货币主权 中国是一个维护货币主权的国家 于是乎大量外资进入 对它来说呢 就是大量增发货币 它叫对冲 对冲增发 于是乎呢 中国就变成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 为什么金融过剩 因为你2001年以后 大量外资进入 你这边对冲增发本币 于是乎中国迅速出现金融资本过剩 当产业资本过剩 金融资本过剩 两大过剩发生的时候 中央政府静悄悄的发生一个政策导向变化 人们很少把它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 都以为是谁主观上提出的 所谓民生新政 是因资本过剩 资本过剩之前 在你资本短缺的时候 你是pro capital 你清资本 当资本过剩的时候 你怎么办 改为清民生 这点就有点看 大家注意啊 中央政府开始跟发达国家有点相似了 包括有些人解构 温家宝宝同学的讲话 老觉得他讲话有点像西方的这些政治家 我们说那个politician in the world anywhere is the politician 那政治家就是政治家嘛 对呢 他的这个表示 中央政府的很多清民生的表示 就是在资本出现过剩这个 开始出现了 那你们发现 越是资本仍然短缺的地方 就越不能清民生 比如中央地方之间的矛盾 就显得差异很大 特别是政治差异 政策差异都显得很大 这是今天中国中央地方关系 相对复杂化的一个内因 当然很多人不这么分析 但它客观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因 那我们说在这个阶段呢 中央政府主要得益于助币权和助币税 这个部分呢 就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 我们大家也知道 现在很多人反对 中国的国有银行垄断 国有银行占有了全部 这个金融资产的70%以上 这四大行 这四大行谁的呢 中央放了大约2000家地方小行 放了一部分私人银行 这大概占整个中国金融总量的 不到30% 20% 那这也同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因为助币权是中央政府的 那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 就是既然我手里不像你 你可以靠印票子开足马力印钞 你就赚了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 我印不了钞 我就搭建地方政府融合品牌 比如说中央政府搭建印钞 地方政府搭建贴贷 那中央政府最终还得替地方政府 承担还债的责任 比如说你们看最近文家保障里的表态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中央政府是会帮助处理的 其实就是真正造成的责任 地方政府并不承担 因此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 几乎所有官员都竞争纪理品 竞争造成影子 是因为所有造成的 无论是经济过热 CPI上涨 中央政府的事 还是造成债务 都是中央政府的 于是乎越是不听话的官员 提拔的越快 于是乎就有了民间的这些说法 什么见了红灯绕着走啊 等等这些事情 或者什么打左灯向右转 所有这些民间的说法 都是因为他客观上 地方官员不承担 经济过热的责任 也不承担债务的责任 这一点呢 就有点像 美国 当然不能这么直接比 因为美国人是不承担债务责任的 美国人靠增发货币 把债务稀释了 然后把通货通胀 转件给全世界 它是这么一种方式 中国呢 是靠中央政府增发货币 稀释掉所有的债务 这个地方创造债务 中央政府创造货币 地方债务这个分子 要想小一点 那就得把货币分母做大一点 这个美国现象的中国 它变成这么一种 特殊的结构 安排 这个不是太 不是太贴谢 但它总之是 只要制造出债务货币 总得把它划给掉 反正它就变成这样一种 客观的关系 比如大家注意中国的 这个不光是所谓 PPI CPI的上涨 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所有的要素价格 都在迅速上涨 那也因此呢 很多在中国有投资 或者在中国概念股上 有投资的朋友都担心 这一轮会不会出现 Hullanding 用照录 这个要取决于几个 基本比例关系 而根本不是看股市的变化 股市那些什么 这图那图 也不反映实际情况 要看到几个基本的 结果关系变化 这点呢 是我的卖点 这个公开的 这个 所谓Public 不讲 我们接着说 这个 说这个 这个 出现的这个 这个所谓 CPI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中 有几次都是受到 外部因素影响的 所以我们把 九年代末 中国出现 生产播剩以后的变化 说成是什么呢 说成是 这个 输入型的经济危机 刚才所说的 中央和地方关系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中央的财政 就是蓝线 地方财政是红线 长期以来呢 这个 中央的 这个财政能力很低 直到 只有到1993以后 才上来 此前呢 一直是 上不来的 如果我们看它的收入 那就更清楚了 这个中央政府的收入呢 是从1957年 就前苏联厅的投资之后 陡然从80%以上 降到20% 而地方政府的 这个收入呢 是从原来的 20%左右 上到了80%左右 长期呢 中央是 地方是高的 中央是低的 直到1994年 朱镕基铁万 实行分身制 它才调回来 所以我们说 中国是一个 地方化的国家 这个是有财政的 收入支出 作为依据的 发展主义 这个导向 我不说了 大家刚才 其实已经讲了 我们说提一下 所谓重庆经验 有关的东西 这是中国的 所谓 这个微效曲线 我们把这个微效曲线呢 可以看 主要业务收入和出货总额 都很高 但实际利润呢 很低 在0值左右 这是传统的纺织业 当我们只上 这种加工线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微效曲线 它的利润非常低的 当我们改成 比如说像现在 技术压值高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实 越是大量的 近这个高速加值的生产 越是外资控制 越是外资控制 微效曲线的底部 也是在凝职点 客观上来说 它并不意味着 当我们说 2001年以后 外资大举进入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 中国出现了 真正意义的 经济力量调整 是因为 你始终是在 微效曲线的底端 在下课上 无论是你的 一般的这些商品生产 还是相对比较高端的 那最近这几年 对中国来说 是否哈兰 我刚才提到了一点 请你们注意 那你要看 外资的变化 而外资现在的中国 像这种高附加值的行业中 占比已经超过80% 如果我们按 21大类的占比来看 外资在四分之三的 大类中 占比都超过三分之二 这是个客观情况 这是一个案例 就不多讲了 微效曲线案例 城市化也不多讲了 东西差别 你提一句 主要问题 是资本差别 大家注意哈 投资差别 导致东西差异的比重 在四分之三以上 75.1 影响多 因此呢 任何一个西部地区的 所谓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资本是否进入 那重庆的发展 其实客观上就是一个 资本进入的过程 红色资本进入 源于西部大开发 白色资本进入 源于你开发出来两条沟 你建立了产业贷 形成了快撞经济 降低了交易成本 以使外部资本进入 这两个东西 最终证明的是 重庆是一个 所谓非来的工业化 我们看 这个讲到 重庆工业化的条件的时候 我们说 历史上 重庆自身不可能 形成工业化 因此它有 三次非来的工业化 什么叫三次非来的工业化呢 第一次是 抗战时期的台独工业 沿海的工业 搬到重庆 重庆变成一个 从冶炼 到机械设备 到枪炮子弹 甚至维修飞机 全套工业都有 为什么 打仗 过去在深山区里 它不可能有工业 因为战争 使得重庆成了 包括外兹进入的工业 都主要进入在重庆 那时候在重庆的 周边的山区 沟里边都是工厂 防止被飞机炸掉 所以它早期的工业 就是战时工业 接着第二次工业化 还是战时工业 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 因为中国当时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遭到周边的地缘关系紧张 因此把沿海工业 往内地迁 这个迁 同样是军事工业 迁入中心 它仍然是重工 军工为主 设备制造 它因此还从钢铁 设备制造 到产品 它是全的 那它也因此呢 其实早年就是 一个产业门类 完整的 集群化的工业基地 在整个中国西部 像这样的工业基地 有几家 一家重庆 一家西安 一家兰州 一家贵阳 有几个工业集中的 中心地带 这些工业中心地带 周围都没有市场 贵州山区有市场 没有 重庆周围山区有市场 没有 它根本不可能靠市场 来发展 本地的产业 因此当后来 各位 八九十年代 我们开始 以市场为主流的时候 麻烦了 所有的西部 形成的工业重镇 基本上都垮掉了 为什么 很简单 在广东沿海 进了一条生产线 你什么都不用 冶炼不用搞 开放不用搞 设备不用搞 什么 全都不用搞 因此整个最终产品生产 比如说这个手表 它最终它就 你键来了 一插一装配就出来了 这个是最低成本的 但它把所有的产业环节都甩掉 用这种东西来跟内地 完整产业结构的东西城市竞争 只有傻子 二才这么干 很可惜 我们把这些当成了叫做 什么什么 重要经验 因此这个竞争 导致内地的工业基地 全部垮掉 以几十年 辛辛苦苦形成的 完整产业结构 被摧毁 于是乎整个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 在西 不光是重庆一家 你去看所有的内陆城市的工业基地的改革 包括东北老的工业基地的改革 都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叫做乏善可陈 然后最后就是一江春水向风流 全部纷纷流向沿海 这就是 当然这个就代表 带有一点价值判断 这就不对了 我做客观研究 不应该说这些话 我们只是说 它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这个竞争的过程 导致内地的 越是产业门类齐全 结构完整的工业化地区 越因它必须 以全部产业同步运作 才能生产出最终产品 而导致不可能和加工贸易型 就靠来料插接装配的沿海地区行政 于是当你把沿海地区当成一个 一个先进 像它那个普遍经验的时候 然后再把这个关于市场经济的时候 在以政治正确 确定市场经济是中国的方向的时候 那它只有垮 它没有别的办法 那好了它垮了 接着出现了什么 接着当然出现的是 大家注意 这个内地有很多圣口溜 什么这个下岗女工你不用愁啊 什么 下岗女工别流泪 什么 什么 什么什么野总会 什么 赔吃飞喝又赔睡 然后不挣工资挣小费 下岗男工别发愁 腰里揣坏板砖头 政府门前走一走 该出手势就出手 这个年代的治理是不成立的 因为你把它剥夺了 特别是九十年代的时候 四千五百万国企职工下岗 这是职工 多少家庭成员 如果你说很成问题呢 如果我们以劳军赡养系数2.4来算的话 四千五百万乘以2.4 就算了 有多少亿的人口 受到这个这场大根本冲击的影响 我开始说八八九四大危机 八八九四大危机对中国来说 意味着强行紧缩 强行紧缩意味着国企大根本破产 大根本破产意味着四千五百万 我们当时叫做裸体下岗 不给社保 不给医保 让你买断工龄 你们可能有人看过 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 香港人不太看 张大民前后背着我的暖壶 上他弟弟那单位去卖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暖瓶厂 他原来暖瓶厂的工人倒闭了 倒闭了 你下岗买断工龄没钱 因为没人买暖瓶 所以把暖瓶分给工人算你的工龄 你卖掉了你就有钱 有时候他只好往家里搬了一大堆暖瓶 然后到处去卖 卖掉了就算他买断工龄的那部分钱 不给你劳保 不给你事业保险 不给你医疗保险 不给你任何保障的 所以他叫做裸体下岗 什么保障都没有 这个阶段上出现的重庆的黑社会 这个不能全怪黑社会 所以我们做了好几个这个 不是当时是要怪黑社会 这个就不当时 我们做了好几个黑社会案例的调查 其中有的就是下岗买人出身 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我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但是总之呢就这个阶段 因为你出现了面广量 大概仅重庆一个城市 据说就有40万的过程质工厂 然后大量的企业倒闭之后 它的地产被我们刚才所说的 某种强势群体的运作 把它就成了 其中有的黑社会 就是在这种地产运作中得利的 那如果这种事情 你说你不清理的话呢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 就是红色资本和白色资本去一起的环境 所以恰恰是这样的过程 出现了打黑 出现了扫兵黑社会 处理各种各样的案子 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对不起 是那个 有一定政治背景的人才能干 一般的 平民出身的 不是这种根红苗正的红二代 确实干不动 所以不能怪各地的干部 不打黑 他打不动 你在民处 人家在暗处 没法打 就跟你们不能怪警察 不打黑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啥只要有一部分警察 趋向于黑社会建立关系了 那就略行驱逐良景 是因为你在民处 你老孩子都是公民 你要是打黑 别的警察 黑了 你去打黑 那人家就告诉黑社会 小牛妈就收拾你老婆 收拾你孩子 你怎么办 你得跟着黑 后来到打黑的时候 你们也可能把远郊区县 离着重庆几百公里的 那些贫困县的 贫困县的那些乡村派出所的警察 调到主城区来 他们离的家 好远 他根本他就回不去 他跟当地的人也没有任何联系 把他们集中在公安局 集中吃住 集中来办案 这么才办案 你如果你是本地警察 你怎么可能办案呢 这个过程 其实是个非常艰苦的 复杂的过程 被网上一说 就说成了好多就是小说的 而且极低俗的那种小说 开上玩笑 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过程呢 我们得看就是 他这个 刚才讲到了 就是他这个 既然因为他有了两条沟的进来以后 他把他的 原来的这个 你们注意好 其实薄熙来的政经 政治经验 也是做地产 他原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 他是把 包着大连的一个马蹄形的干顶子区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呢 因为当年干顶子区 是我分管的试验区 我当时在政策部门 我们搞政策试验 我们试图把郊区的乡村企业 股权化给造 干顶子区是乡村企业 发达地区 我们在干顶子区做乡村企业 股权化改造 大楼也搞了 大楼也搞了 马路也弄宽了 什么这个路灯也亮了 然后哪的钱呢 把原来城里边的二产的地产 变成了三产的地产 就赚了一笔 那他现在到了重庆 和黄金山干的同样的事 把城市主城区 原来在这的这块 这主城区的这些 这些二产 就是制造业生产 全部搬到旁边两条新开的沟里边 用这个长隧道连起来 然后集中到这两条沟里边 变成微电子区 化工区 这个设备制造区 它变成区了 一变成区 门挨门户挨户 没有交易成本了 于是它开始造成影子 那大型资本一进入 就这么就起来了 这客观上它是一个 仍然是非来的工业化 不是靠本地 那我们接着就要讲 它这个为什么造成的 另外一个现象 我们把它叫 说起来是很有意思 就是它为什么能够使得 我们刚才讲的半条 讲微效曲线 你大多数沿海工业 为什么生气 是因为沿海 对于始终在下部课上 就是这个微效曲线的底端 利润驱零 我还得提醒各位 从经济角度来说 当你的利润 对于大幅下降 产业利润驱零的时候 资本是不进来的 投资资本 我要得到收入平均收益率 是最少的 当我可以在股市上 趋势上挣钱的时候 我连一般的制造业生产 我都不进去 我追求流通性了 这是金融资本特性 因此它要想让金融资本 大量进入 它至少得维持一个 比较高的度高率 对吧 要怎么办 我们把它叫做 半条微效曲线 进重庆 如果它只是在下注科上 进不来 这麦斯怎么能够在这 赚到半条曲线的收益 这是重庆制度安排 这一点也很少有人认真解释 我们把这个事情稍微做点解释 就是因为 第一 它形成产业集群之后 它就跟 像惠股这样的大型外商谈判了 说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开发区 是具有和你这个产品全部配套 所有的配套厂商 我这全部是集中的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你找不到和你的研发配套 你的研发成本太高 你的研发在美国吧 我这整个叫做西勇微电子产业园 重庆大学和相关的研究所 全部放在这 那就是说你的配套产业的全部生产厂在这 你的研发 在这 那你的研发成本会大幅度降低 那你签不签过来 谈判的结果会不是说 那好 我签过来 比如说 它就做一个大型白色资本 进入了重庆的这个电子产业园区 这是一件白地啊 它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 当有了产业集群了 开始要什么呢 说 你的结算 因为你所有的生产都在我这 你的结算为什么还要跑到新加坡去呢 就从新加坡搬到我这来吧 我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 你们知道这个结算属于金融服务这块 属于半条曲线的高端 他就把那个半条曲线的高端搬过来了 于是乎就意味着 从金融结算 到研发 到生产 制造 全都进来了 那接着他再要什么呢 就问国家要海关通关权 他去谈判 谈判的 整个从德国 一条线过来的整个铁路 通过五个国家 这五国家谈成了海关通关 海关通关便利的协定 怎么谈呢 最难谈的是俄国人 俄国是最不讲道理的 你想从我这儿 尽管是欧亚大陆桥 但是你要从我这儿过 必须开箱检查 一开箱 就说你有毛病 一说你有毛病 放你三四个月 不让你通关是常有的事 因此 这个欧亚路桥 之所以利用不起来的原因 是因为各国之间 不能便利通关 其中最难通的是俄国人 那重庆谈判的条件 各位其实说白了是一个很糟糕的条件 向俄国人无偿让利 25%你什么都不用干 给你25%收益 这全部物流25%收益是你的 我只从你这儿过 只要你让我过 这就是买路钱 当然这个事情很糟糕 我们觉得 它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条件 但是如果没有它 你什么也办不成 所以最终让渡物流收益权 给沿线了所有国家 达成了一个什么呢 比从海陆 比上海从海陆运输 还要快四到五天的时间 也就是从它这儿走 在12天到13天的时间内 能够保证 祸畅其流的 达到欧洲的 这个主要的物流工期 于是它就有了物流 拿进这个微笑区间的大部分 就在它拿进了 不仅拿进了金融结算 还拿进了物流 拿进了研发 把所有这些东西 都拿进了之后呢 它的产业的整体的收益率 远远的高于 一般的沿海地区了 它为什么经济指标的增长率 都上去了 是因为拿进来 比如说金融结算 这一条拿进来 还没开始运作呢 就已经向政府交税 交了五十个亿 就是因为金融结算 属于高端产业 它的获利利润率提高 它的交税税率也提高 所以它就带来了 很大的收益 这些事情客观上是争来的 那再把那个保税区拿回来 重庆周边 一直到西北 像西安的一带 它的出口通关 都就从它这儿走 比如说它就变成了 一个大物流 所以我们说当重庆 先拿进了半条曲线的时候 接着后拿进来的 也接近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微效曲线 于是它整个产业集群 连同相关产业的收益率 大幅上升了 这是它的经济发展的 真实经验过程 我们说一个经济体要想发展起来 没有民众的支持 尤其是当你要打规模占用土地 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那一定要提高民众的收益预期 我们比较了两种工业开发区 一种是苏州 一种是重庆 这两种工业开发园区 都相对而言 是社会群体性事件比较少的 苏州工业园反抗的 你占了它的地 它反抗的很少 重庆占农民的地 反抗的很少 这两者各不相同 苏州工业园在干什么 它打不进金融结算 它拿的是研发 因此苏州工业园有相当多的 研发的创新条件 因此它等于是 这半条曲线进了苏州 它的收益率相对比较高 它可以排斥掉 所有的制造污染的等等 属于落后产业 它可以排掉 它可以引进大多数的是 高端的产业 因此它的收益率 整体相对比较高 它能够对未来预期 有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因此相对而言 地方的福利程度 补贴程度都会高一点 重庆有一个特殊条件 它所做的一系列的 所以制度改革 打个比方定上 我们当时人民大学 教授考察团去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土地交易所 是以建立市场方式 来发现土地价格 我完全是教科书理解 建立一个土地交易所 那当然是市场发现价格了 我就这么就 跟大家一块讨论 说这不是土地交易所吗 土地交易所 我们八天就想搞 没搞得成 它现在搞成了 哪些许是通过土地交易 来发现价格 这叫科书理的 一调查 特别是做了四次调查以后 发现不是 是什么 是稳定农民收益预期的地产收益转移工具 这就完全不同了 这就完全不同了 怎么叫转移工具呢 因为它在城市地产开发 主要是国企 你们知道国企是政府可以指令性的做任何安排 于是他就要求所有的进入地产 就是他这不炒地产 就全国限制房价的时候 重庆说我不用限制 因为我没有高房价 为啥没高房价呢 我这地产还发生国企的 不炒地我哪有高房价 你们的高房价是因为你们的金融资本 和地产资本结合 你们炒地你们的高房价 我这没炒 我这是指令性的 比如为什么说Stigley的总地租理论 适应于重庆 是因为它所产生的收益 变成一个总地租 被政府占有了 所以政府把地产收益叫做第二财政 国企收入叫第三财政 它可以直接调配 它就不是只有一个政府的税收 它可以有三种财政 当然它这个调配呢 就相对来讲 相当于黄岐帆穿的那个衣服 是撒口袋的 一般的政府穿的衣服呢 只有一口袋 它就口袋多 它就装的多 调控的能力就强 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当它可以有这样调控能力的时候 它就要求国企都给我上土地交易所 你开发任何营物土地 你必须买地票 地票从哪来 边远山区 边远山区农民 你只要富凯营物土地 就会从地票交易所 给你补贴15万 同期 它把农村地权做了百分比界定 极其只可以占有15%收益 农民占有85% 地票的这15万到了 下面就是集体占有15% 那就是15万的15% 农民占有15万的85% 这样就干活了 你去在 你到现在为止很少听到农民告地票的状 是因为没好处我不干 这样就意味着把城市中心区的地产开发 产生的增量收益 我们叫做土地资本化增值收益 分了一部分 分给了边远地区农民 它就叫做调高了农民对土地开发的预期 这是一 再一个 就是所谓进城农民穿五件衣服 这我不多讲了 你们可以从网上随便下载都能看到 它为什么这儿很少发生冲突 原因是有保障 所以穿五件衣服就意味着 多得了很多基本保障 得保障多的原因是 它有撒口袋 有它财政条红能力强 它能给 如果你真的就是那种 把土地完全交给地产商 然后和金融资本去炒作的这种地方政府 它拿不到这么高的收益 它就补不起 所以它这儿呢 能真的把这个所谓补贴 补到社会保障上 它才敢强调共富 才敢强调民生十二条 它才敢这么做 如果它没有财政做不到 因此我们把重庆这个过程 这个时间又到了 我就介绍到这儿 我说呢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叫做 总结起来 第一叫做 一个优势 就是这个政府的 集中力量办事情的优势 它保持了 第二叫做两大崛起 红色地产资本崛起 产生收益全部被证杂倒 白色外资崛起 因为你整合了产业 形成了制度收益 这叫两大资本崛起 不是别的 还是资本 不是说我们 它这发生了什么样的根本变化 像人们说文革呀 这有点 有点 我不理解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只是看到它实际上是 两大资本崛起 然后为了让这两大资本崛起 它必须让社会完成动员 我们把它叫做社会的再政治化 大家注意哈 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 如果讲政治问题的话 它叫做去政治化 民间的去组之化 民众的去政治化 才便于资本崛起 战予生命下 这个过程我们不多讲 但这儿呢 是再政治化 再政治化就包括唱红打黑 唱读讲传等等这一些 那为了让老百姓接受 就必须是干部下乡 否则你干部高高在上官僚主义 老百姓是不听的 约初就出现了官不聊生 等等等等这些现象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三项运动 就靠三项运动 完成了民众的再政治化 所以你看今天 为什么很多主流的朋友 非常反感 是因为 你怎么敢把民众 重新动员起来 这是个大事 只要动员起来 就不利于民可使油脂 不可使支持 这统治术 这个事儿呢 就比较值讨论 所以我们说这三大运动 它完成了一个民众再政治化 然后就是四大改变 然后就是五大改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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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